字幕提供 身旁這一台 S1000WR新款的喔 2019 2020年 但今天重點在哪裡 米其林的輪胎發表 畫面一轉馬上到 米其林 米其林針對2020年呢其實 有發表 由於他們在兩年前呢已經開始回到MOTO GP廠上了 所以 由MOTO GP的技術呢 輪胎技術 衍生來他們要把它轉換到道路上 或是我們一般騎士呢 在賽道日 所會用的輪胎 那這幾款呢就是今天發表的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右手邊這個 第一款輪胎喔 米其林的POWER SLEEK 2 那基本上呢POWER SLEEK 那當然就是光頭胎 就是沒辦法在道路上行駛喔 現在大家很多 車友其實把光頭胎 裝到道路上這是完全錯誤的行為 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其實並不鼓勵這樣子去 去做 那POWER SLEEK呢當然就是完全百分之百 針對賽道來用 所以如果你是 塞道日的狂熱者 那POWER SLEEK 就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那基本上它已經沒有胎紋了 所以它的整個抓地來說 胎面來說會比較完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款輪胎 第二款輪胎呢是POWER CUP 2 POWER CUP 2呢基本上它是有胎紋的 所以它在道路上是可以騎乘的 那POWER CUP 2呢基本上 以米其林的建議來說 例如說你可能是 百分之九十五的賽道 百分之五 你可能還是要騎車回 回到家裡 或是偶爾在道路上騎乘的話 那POWER CUP 2 非常適合你來使用 那基本上它的焦料 跟SLEEK來說呢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它有胎紋 那正常針對 POWER CUP 2呢其實 用R6 已經做了 三場的測試 不是三節喔 是三場總共已經 將近十二節的測試 等一下稍待呢 會跟大家來 仔細分享 POWER CUP 2的一個使用的心得 那再來呢 第三款輪胎是 米其林的 POWER GP 那雖然它名為POWER GP 所以 但大家可以發現 它的胎紋其實是比POWER CUP 2 再更多一些了 那這款胎呢現在 KTM最新的890 Duke 就是原廠胎就是搭配 POWER GP 所以它的道路的 使用性呢又更多了 那當然它的極速啊 可以超過270公里 每小時的極速喔 那這我們介紹的第三款胎 再來呢 米其林的POWER 5 那這款胎大家發現它的胎紋 又更多了 所以它又更適合 一般道路的騎乘喔 或者說你是一些比較運動款的車 都可以使用 我們的新款的POWER 5 那它旁邊有一些 點點的設計 或者說它有一些 琴腳啊 我們可以看出你現在琴腳代用的多少 再來呢 這一款它是比較屬於米其林的POWER CUP EVO 算是1.5代吧 它的整個胎紋呢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POWER CUP 或是米其林的POWER GP 都蠻像的 但是 它是小尺寸的 所以適合 我們用在輕檔車上面 所以像我們目前國內呢 輕檔車的比賽 就可以用我們的 米其林POWER CUP EVO 那接下來呢 站長要跟大家來仔細來分享一下 我們 這一次 其實已經使用了三次了 POWER CUP 2 我用R6 來測試的一個心得 那我們過去看一下 走 那現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站長剛剛從上面騎車下來 那站長最近呢 都用 偉紅車眼 所提供的R6 來測試米其林的 POWER CUP 2 那以 POWER CUP 2剛剛站長有介紹 它其實非常適合 我們一般騎士 作為賽道使用 基本上我認為它的膠質呢 可以算是 光頭胎的膠質 近賽胎的膠質 然後來做胎紋 所以它基本上如果說你平常 真的沒有辦法 需要在騎上道路的話 這條胎的膠質還是 足夠讓你 騎上道路的 那這台R6呢是屬於 舊款的R6 但 大家可以看到它裝上了 新款R6的 競賽殼 它基本上是屬於 舊款的R6 那 這一次呢 測試除了包含 米其林的POWER CUP 2 那站長也非常感謝 偉紅車眼提供我這一台 R6 另外呢 其實我們在車上 還駕有 RES 等於是一個避震器的量測 調校的工具 那我們用利用它呢來 做不管是 預載還有阻尼的相關的調整 來發揮整個 米其林POWER CUP 2的 一個在賽道上的水準 那這一次呢 其實站長 我們從 3月開始吧 用了大概 3次的 POWER CUP 2 所以 今天來說 已經是第3次了 第3次不是用3節喔 每一次 我們都使用了4節 所以目前的輪胎呢 已經是竹竹使用了有12節了 那等一下我們站長也會帶大家來看一下整個輪胎的 包含前面 前輪跟後輪的 一個 磨耗的情形 那目前呢我們前輪是採用一個標準120 70 17吋的輪胎 POWER CUP 2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前輪來說 整個磨耗非常平均喔 而且呢 而且它的胎紋還非常的深 一點都不像是就是已經有用過 15竹12節 每一節至少都騎了 有10圈喔 這樣的輪胎大家可以看到中間喔 胎紋還非常的深 而且我們從側邊來看的話 側邊輪胎的胎肉 都還非常的多 那整個磨耗起來也非常的漂亮 那這一次呢 但站長這一次 測試包含上一次跟這一次都是做出一分 49.5 49.6的成績 今天實在是 測實在比較多沒有辦法繼續把成績推進 因為今天還有非常多其他的輪胎 所以目前成績還是停留在49點多 那站長相信說以這條胎來說的話要做到一分 47 46應該是在這R6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前輪的話 他側邊來說 這個基本上都是一個 速度在彎中的穩定的速度才會有 這樣子一個胎紋的一個 表面的一個魔號 那旁邊呢 就是一個我們在彎道裡面 大傾角的時候 所累積出來的一些 胎紋往上堆積 我們來看一下後輪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注意後輪 由於整個力寶賽道他是 右彎比較多 所以我們應該從右邊來看 那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整個 輪胎的表面的話 一樣磨耗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一次 站長測試Power Cup 2 其實有加上RES 這個避震器的調效 測量工具 所以整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胎面 磨耗得非常的平均 那再 以側邊來說好了 最側邊的部分 其實Power Cup 2 他有設計一個 算是一個防刀腳 就是當你吃到最旁邊的時候 他是有胎邊的力量去支撐住 所以你可以非常安心的使用一個 非常大的傾角來做過彎 那這邊可以看到站長在這邊的話 使用的非常多 胎屑的部分呢 都是在側邊的部分 都是在幾乎就是大傾角幾乎快使用完 然後 整個加速的 造成出來的胎紋呢 我們可以看到 說 以Power Cup 2來說 他還是 在今天的 以R6動力來說 還是感到說有 歇許的滑動 但是是你可以控制的 一路推著往前走的 這樣的一個滑動 我們從這個胎面上 可以看得出來 以後輪來說好了 其實 輪胎是 快要吃完了 因為這個已經剩下最後一點了 但前輪來說 看起來是跟像是 第一天使用的一樣 那現在米其林基本上他都是採用一個 複合式的膠料 我們可以看到 中間的 胎面呢 他是採用一個比較硬的橡膠來支撐 跟我們加速 所以 中間跟旁邊可以明顯看到還有兩邊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區隔 那這一次呢 其實站長 總共使用米其林 三天 十二節 那 後輪看起來是 差不多 要下課了 但是 站長以 目前最後一節都還 可以 算是做出一個 1分49.6 雖然沒有在推進 不過還是一樣 這個輪胎還是有基本的一個 抓地力還是有一個基本的一定的水準 那這也是站長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關於 Power Cup 2 這一條輪胎其實非常適合你 來做一個賽道日的挑戰 那他的一個 基本的魔耗來說也非常的耐久 尤其是前輪 前輪 這是不正常的耐久 我想這個再用個 三到四天 大概沒什麼問題 不過後輪我們剛剛 有看到 他的側邊的魔耗的指示基本上已經是 吃掉了 那這也是今天 站長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以 偉紅車頁所提供的R6 來做的米其林Power Cup 2的 三次的測試 然後這三次呢我有搭載RES的 避震器的一個量測工具 來針對輪胎跟懸吊的部分 一起來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監控跟調效 那我是MOTO7戰陽兵 我們下一次MOTO7不管是是輪胎 是摩托車 重車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